曾任前國安會秘書長的蔣偉國秘書的 助姓男子 被控於孫姓及劉姓的 退役軍官 六年間 引介了多位退役軍官 到中國接受招待 宣傳統戰思想 檢調十一號發動搜索 訊後已違反國安法 向法院申請 羈押 但法官預知五十萬至六十萬 交保 檢方不服 將提起康告 中國對臺滲透動作不斷 繼臺灣人民共產黨成員林德旺 被控接受中國指示 涉嫌影響 臺灣選舉 宣揚共產理念 被依反滲透法起訴 這道陸軍退役上校向德恩 簽署中共投降承諾書 遭到重判 監察院彈劾 現在又傳出 承認前國安會秘書長 蔣偉國秘書的助姓男子 和兩名退役軍官 違反國安法等罪嫌 遭到檢調約談 經法院裁定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 承判檢察官不服裁定 將向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提出抗告 檢方偵查六年前開始 助姓男子引致退役將領 到中國等地落地招待 接受統戰思想 劉姓和孫姓退役軍官 透過退伍軍人的協會運作 資助社區型態的選舉活動 支持特定參選人 檢方深壓三人 但法官預知交保 檢方將抗告 而藝人歸雷的妹妹 擔任協會行政 偵訊後位列被告 曹野立委認為中國更想透過滲透影響大選 希望國安局檢調單位 人依國安無法及反滲透法 多方掌握證據 該辦就辦 記得陳阿欣 莊志成 泰國報導